踏入7月,又是准备放暑假的季節 在準備去旅行的同時 當然不忘要想想怎樣幫自己的錢增值 繼續來到7月份銀行定期存款的比較 支持頻道的發展,歡迎大家加入造會員 按個like,說聲多謝 都會成為我拍片的推動力 2024年到議息日期,剩下最後四次 未來一次將會在7月31日 在上一次議息後,即是6月13日 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 同時,點陣圖預測今年減息將會縮到一次 我們又看看三個很核心的數據 第一個,核心個人消費支出 CORE PCE Price Index 在經歷了連續四個月2.8%後 在最新一期公佈的數據是2.6% 終於第一次有少少下調的跡象 跟預測一樣 而另外,看回生產物價指數 PRODUCER PRICE INDEX 上一個月,市場預期2.5% 實際2.2%比預期低 話雖如此,但2.2%仍然屬於近一年來的高位 最後,我們看看CPI COSUMER PRICE INDEX 最新一期數據3.3% 比預期3.4%稍稍回落了0.1% 總括來說,三個數據都在反映 數據有輕微回落的跡象 但並不是很明顯 當然,聯儲局不會貿貿然因為這樣 做出一個大膽的預測 所以會比較保守 看回最新市場預期 接下來的息口預期變化 在7月31日那次議息 市場預期維持利率不變 而去到9月和11月另外兩次議息 市場預期會減一次息 而去到12月18日 今年最後一次議息 市場預期應該不會維持現有息率 換句話說,最少會比現在減到一次息 在這個預測下,即是說 未來半年頂盡減到一次四分一利息 香港的定期存款其實都有些反映 就是銀行開始不再減息了 我們看看美國債券的支息率 現在基本上一年期以內的 普遍都會高過5利息 而息率最高的將會是短期的 大家會看到 6個月或以下美國國債息率 普遍都有5.3-5.4左右 如果大家懂得買,買美債 其實是好些的 利息高一點 當然你要放久一點時間 始終一開始你是港幣 轉回美金 一開始會有少許差價 另外跟息口相對敏感的 就是當然買樓 最新一個月銀行同業測息 是4.56% 新造按揭 如果是H加1.3% 實際按息就會是5.86% 當然,如果是P-rate 最優惠利率 P-1.75% 實際按息就會是4.125% 如果大家正在做按揭的舊計劃 那我的息率就會比較低 跟大家說了關於息率相關的資訊 現在會跟大家說 13間銀行 港元定期存款的息率 看看有沒有哪些適合自己 記得不要走開 第一間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 全新資金定期存款推廣 效果於推廣期內開納戶口 以合資格全新資金在分享開納 38日、98日或188日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特惠年齡率 如果是理財金客戶 存款金額港幣80萬或以上 38日3.38% 98日、188日兩個都是3.9% 如果是理財金、理財衣時代或綜合客戶 存款金額港幣10萬或以上 38日3.2% 98日、188日都是3.8% 如果是一般網上定期存款優惠 理財金客戶港幣50,000至80萬以下 3個月3.6% 6個月12個月都是3.5% 而依時代綜合客戶 3個月3.6% 6個月12個月都是3.5% 來到第二間 匯豐銀行 港元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 最低存款金額港幣10000或以上 如果你是匯豐卓越理財專上客戶 3個月3.6% 6個月3.5% 如果你是卓越理財客戶 3個月3.6% 6個月3.5% 匯豐1就會低一點 3個月3.3% 6個月3.2% 繼續是大行 第三間 中銀香港 新資金特優定期存款 存款金額港幣10000或以上 港元3個月3.5% 6個月3.4% 第四間 中商銀行國際 這個不是定期存款 是儲蓄年齡率 計劃叫做大富翁存款 最新計劃 專向儲蓄年齡率高達7.28% 我們看看它的詳情 由2024年7月1日到7月30日 存入合資格新資金 並且登記大富翁存款 專向儲蓄年齡率高達7.28% 先說新客戶 合資格新客戶 由登記日期起到8月31日 有2% 9月1日到9月30日 會有4.05% 而10月1日到31日 就會有7.28% 就算不是新客戶 合資格然有客戶 一樣享有同樣的總年齡率 相比起其他一般銀行的 活期存款 這個真的很高 如果大家想開中信銀行戶口 或者開信用卡 可以用下面專用連結 如果你按進去 發現了有推廣優惠 或者回贈 記得按指示做 你就可以拿到推廣優惠 很多時推廣優惠會是家電 或者超市禮犬 如果大家當時適合的 就可以申請 第五間 大中銀行香港 港元存款金額 10萬元到50萬以下 三個月 六個月 和十二個月都有3.75% 第六間 富邦銀行 自從早兩個月 它開始改變的玩法 將新資金、舊資金 統一一個年齡率 整體來說 利息是比少了很多的 以下是它的 富邦Plus手機應用程式限定 特幼港元定期存款優惠 個人客戶經富邦Plus手機應用程式 以港元開立定期存款 就可以享有以下特幼年齡率 如果是最高級 港元定期存款 50萬或以上 三個月 六個月 4.05% 十二個月 4% 雖然它仍然站在4厘以上 但它已經比早幾個月跌了很多 早幾個月可以去到4厘5 4厘8 如果是下分行做定期存款 利息會再低少少 存款金額 等值港元100萬或以上 三個月 六個月 3.75% 十二個月 3.7% 去到這個數目 就沒那麼吸引了 第七間 恆生銀行 港元定期存款 特幼年齡率 存款金額 港幣1萬元或以上 如果是做網上理財 無論你是優越私人理財 優越理財 還是優盡理財等等戶口 三個月 3.6% 六個月 3.5% 都會是一樣 如果是分行或電話理財 就會相對應低少少 大家可以留意數 第八間 渣打銀行 由即日起到7月31日 可以透過SC Mobile App 或者網上理財 以新資金開納定期存款 就有以下特惠年齡率 新資金港幣1萬元或以上 三個月 3.6% 六個月 3.5% 十二個月 3.3% 另外 和中訊銀行類似 渣打銀行有 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 最高4.8% 由即日起到7月31日 開納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 由開戶日期起到10月31日 就可以享有以下特惠年齡率 講完第一階段 由開戶日期起到9月1日 有3.3% 第二階段 9月2日到10月1日 3.8% 而最後第三階段 就是10月2日到10月31日 就會有4% 如果你是做美元的 大家會看到 會再高一些 第九間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繼續它的月月珍惜儲蓄戶口 由即日起到7月17日 開納月月珍惜儲蓄戶口 和登記月月珍惜優惠 就可以在開放期內存入資金 可以在港元高達3% 活期儲蓄免利率 它總共分成4個月 第一個月1% 第二個月2% 第三個月2.5% 而第四個月3% 最低存款金額 港幣50萬元 它跟半年前到一年前比 縮了稅很多 大家看到 一、二個月其實都不算很吸引 比很多虛擬銀行還要低於利息 第十間 升錢銀行 新資金 港幣存款50萬元或以上 三個月3.75% 六個月3.8% 十二個月3.4% 如果是現有資金的 三個月3.7% 六個月3.75% 十二個月3.35% 現有資金比新資金低於0.05% 第十一間 東亞銀行 新資金網上趕月定期存款 達為連累率 如果你是子專理財 三個月3.75% 六個月3.6% 十二個月3.45% 存款金額 港幣1萬元或以上 第十二間 招商永龍銀行 存款金額50萬以下 三個月3.4% 六個月3.4% 十二個月3.3% 第十三間 Citibank 全新客戶全新資金 定期存款優惠 港元最高達到4.5% 我和大家整合了一個表 看看十三間銀行不同定期存款 和和上一個月的比較 普遍來說和上個月 是維持不變的很多 而當中有三間銀行 個別的月份會有減息 甚至少了 另外 定期存款有4厘以上 已經沒什麼 而在這個環境下 大富翁存款仍然維持到 7.28%末期儲蓄年利率 其實真的相當不錯 差距越拉越遠 究竟是否快要減息呢? 這個問題都說了差不多一年多 減極都未有 由上年頭到年中 去到上年尾 接著到今年 一直都未有真實行動 究竟今年年尾 是否真的會減到一次息呢? 我們都拭目以待 不知道大家覺得 最快減息的將會是哪個月份呢? 不妨在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集 講完定期存款的比較 講到這裡了 下一個月我們再見 拜拜